后来看到美国物价是节节上扬 加上难以摆脱疫情的阴霾 让美国总统拜登的施政备受抨击 根据一项最新民调就显示 支持拜登的美国民众只有四成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都是感到不满 民调就显示 58%的美国民众不满意拜登的表现 只有41%的民众表示肯定 和12月相比 拜登在处理经济议题的支持度 下降了8个百分点到37% 处理疫情方面也下滑9个百分点 剩下45% 而更大的警讯在于多数的民众 对拜登政府今年能否完成各项政策目标 不太具有信心 下一步拜登政府该如何施政 备受关注 亚太局势日益紧张 法国以及印尼设法加强双方的军事关系 因此印尼宣布向法国订购了42架飙风战斗机 合约总价值81亿美元 今天我们来看到 其实消息就指出了 从美国、英国和澳洲去年成立新战略联盟AUKUS之后 法国就设法要在印太地区扩张地缘政治关系 如今印尼、法国两国证实 已经达成了采购战斗机的协议 法国国防部长更表示 这项军购协议使得印尼成为继印度之后 在印太地区采购达索飞机制造公司 所生产战机的第二个国家 再来看到泰国的猪肉价格 从去年开始是不停的飙涨 今年1月猪肉的价格更是来到了每公斤 至少就要台币176元 市场的摊商还有小吃店的业者不得已 只能够为福的涨价 那么家庭主妇就是该买其他的肉类 来应对这一波的涨价潮 猪肉的价格高涨的原因众多 包含了疫情让许多的小心养猪户 被迫歇业以及非洲猪瘟的爆发 都让猪肉生产量减少 面对民众的无奈以及愤怒 泰国总理帕拉玉就下令了 要彻查全国的猪肉储存设施 是否有发生囤积的行为 另外也宣布禁止猪肉出口三个月 不过泰国序幕发展厅就预估 猪肉的价格要回到正常的范围 可能还需要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商业部也将提供300亿泰铢的低利贷款 给受到影响的养猪户 期望能够帮助这些养猪户 度过这波危机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4.0全新出发 4.0全新出发 18.238.3